各位师兄大德,我是小赖,欢迎来到天天学习,天天进步频道 今天要分享的内容是,情感特别重的人,会有这种果报 众生生度总原理,在人生当中情感重是好的,在佛教讲是罪业 大佛顶首冷言经云,唇响即非,必生天上 若非心中,肩福肩会,给予敬愿,自然心开 见十方佛,一切净土,随愿往生 纯想,想得单一,一点不复杂,单一就说纯 他死时候心里很乱,想不纯,死不下去,生不到天 纯想,想非,一定上升天 但是他的想里头有福,有会,有他恶业,有他善业 如果他福会很具足的,敬愿,清静的愿力很强 自然心得开朗,可以升到十方佛界去 这种很少,能够见十方佛一切净土 随他意愿,皆能往生 情少想多,轻举飞远 极为飞仙,大力鬼王,飞行夜叉,地行罗沙 由于四天,所去无碍 若相反的呢?相反的就是想法不对头 想得很多,情感很少 轻举飞远,情少,想得多,就是他想得不纯 如果是想飞生的,但是出不到轮回 想飞生的是升天 有九种想异种情 九想异情能可以当飞仙 他死后变成仙人 大力鬼王,八想二情 如山月诸神,山神,土地那些 飞行夜叉,七想三情 这种都是佛说的 一般人没有这种智慧 鬼神一类,鬼神分大力鬼神 飞行夜叉 获得行罗沙,这种鬼神 其中若有善愿善心 护持我法,或护境界 随斥戒人,或护神咒 随持咒者,或护禅定 保随法人,适等轻注 如来坐下 假使这里头他发的是善愿 善心,护持三宝,护持佛法 护持境界,临死的时候能念神咒 随时念这个神咒 是持他咒的力量能得升,得到法人 那生下就不同了 升到诸佛世界去了 在临命中时候 修行的功力非常重要 看他心在临死时候念头是什么 如经念多,上升,升三善道 恶念多,一定多三徒 善恶,临终时候一念间 为什么我们平常用功 用几十年就为最后一遭 临终时那一念 修行的目的就是这样意思 不要动于感情 人要超脱感情 情想,静下心来,很有定力 如果能到临命中时候 念三宝,念佛,念法,念戒,念僧 凡是三宝的圣事 这都是上升,升净谱 智升勤将,有智慧一定上升 咱们经常说感情用事 一定下降 情感是下跺的 情感爱流眼泪 眼泪都是往下滴的 思想观照都是有火力 火力都上升 智慧火力是上升的 情想均等 不飞不坠 生于人间 想明四聪 晴忧四顿 想得跟他情感平等 那就不飞不坠 还来人间 不飞不坠 生于人间 想明四聪 晴忧四顿 武情无想平等平等 不飞不坠 意味有武情不能飞生 生不了天当仙人 也当不了鬼神 由于无想 他不能堕于地狱 也不会堕三途 想明四聪 晴忧四顿 就是既不往下跺 也不往上升 情想均等的意思 情跟想均等 在这个时候 他不升不降 可能还来人间 他来到人间时候 他过去所做的 他不失 施舍多 他就变成财富多 非常贪令的 他就堕落贫穷 这随个人的夜报 情多想少 流入横生 重为毛群 轻为羽足 情多想少 流入横生 重者便为毛群 轻者为羽足 情爱多 一定多畜生 如果想得少 情感特别多 六情 想少一分 四想 堕入横生 横生有二类 毛群走兽 这是地形之类 身轻者 飞了 鸟类 空行的飞情 地形的一切走兽 都因为他临终时候的想 音响而生 十方一切众生 音响而成 音响而生 七情三想 陈下水轮 生于火迹 受其猛火 身为恶鬼 常被焚烧 水能害己 无食无饮 经百千节 七情三想 多到水轮去了 若是气力很猛大 受其猛火 由于气氛的关系 生于火迹 这类东西就都恶鬼 经常焚烧 水轮害自己无食 没有饮食吃 经百千节 这里头分七情三想 沉于水轮之下 火轮中 猛火就是火力大 变成恶鬼 没有东西吃 拿到东西想吃 就变成火了 是恶鬼之类的 佛说七情六欲 就看你想得多 想得少 但是是情感多 完全重于情感 咱们经常说 人跟人之间 做什么事情 不要太用情感 咱们经常听到这话 不用情感用什么 用智慧 用智慧判断一切事物 不要用情感处理事物 这是七情三想 九情一想 下动火轮 深入烽火 二交过地 轻生有间 重生无间 二种地狱 这说我们一切众生 在受生的过程当中 比如我们现在的肉身命静了 死了之后 随你的情想 想中情轻 上升 情重想轻 下朵 前头讲佛 菩萨 声闻 圆觉 完了讲三界 就讲到我们的升降 这个情重有什么来分 就说我们造的业 上升二十八重天 下降三图 六道 地狱 这个专指下降地狱说的 情重 情感特别重 下地狱 情感欲重 下地狱多得欲深 九情一想 就是情感太重了 下动火轮 火轮是透过火而堕落地狱 这时幻想的这个身体 你也没有身形了 但是思想上有身形 这个身体 就是你所想象这个肉体 这时没有肉体了 但是思想上认为有 深入烽火 二交过地 风轮跟火轮两个交过的地方 身是堕地狱的身 已经下地狱了 这个深入于火轮 火轮跟风轮交界的地方 这是九情一想的众生所堕落的地方 二交过地 就是风轮跟火轮两个交叉的地方 如果是业障重的 生道无间 轻的生道有间 有间地狱跟无间地狱 九情一想 情感太重了 感情用事 堕得地狱就深 咱们经常说阿比地狱 堕到阿比地狱 唯有情感 咱们认为情感重 在人生当中情感重是好的 在佛教讲是罪业 情是向下舵 凡是移动的感情流眼泪 眼泪是往下舵的 眼泪都没往上飞的 冒火了 火是向上升的 这是两种地狱 风地狱 火地狱 风轮跟火轮之间的 我们一般说的阿比地狱 但是九情一想 还有一想比较还算轻的 这一想也没有了 全是情感了 他堕得更深了 纯情集成 若阿比地狱 若沉心中 有邦大成 毁佛境界 狂妄说法 虚贪信尸 烂音恭敬 忤逆时从 更生时方 阿比地狱 纯情 纯是情感 没有想 唯堕不生 只是向下堕 不能向上升 纯情 咱们经常讲的阿比地狱 纯情就沉入阿比地狱 咱们经常说鸳鸯鸟 男女相恋死了之后 躲鸳鸯 这个躲鸳鸯得在地狱出来 在地狱出来 不躲到人类 转为鸳鸯 你得先下地狱 这个过程很长很长的 到地狱不是人间的年岁算 千年 百年 万年 不是的 讲多少节 那个节的寿命是无法算的 节的时间不是咱们人类数字 所能算得到的 时间非常长 怎么算一节 人从十岁开始 过一百年增加一岁 过一百年增加一岁 增到八万四千岁 再从八万四千岁 过一百年减一岁 减到人的寿命十岁 一增一减算一个小节 叫节波 时间是这么算的 你想 十岁 过一百年增一岁 增到八万四千岁 这个数字 要算多少多少年 再从八万四千岁 过一百年减一岁 减到人的寿命十岁 一增一减算一小节 几小节一千 算一中节 几中节一千 算一大节 大节经过一千到阿比 无量数了 这个数字简直很难算 人纯粹感情用事 咱们经常讲感情用事 纯情 没有想 思想是向上升 纯情就往下跺 跺到什么地方 阿比地狱 阿比是印度化 翻我们中国化叫无间 什么无间 受苦一点间断时间没有 一直在苦中 此云无间 就是不间断的意思 受苦无间 时间无间 那个时间非常长 乃至从地狱出来 多有情界 多了鸳鸯 或是一些鸟类 虫类 还不得变人 这个过程可就长了 纯情就夺到阿比地狱 就是无间地狱 就是罪大恶极 这是他所住的处所 好了 今天就分享到这儿 更多美文 请继续关注天天学习 天天进步频道 也欢迎把我们推荐给你的朋友和家人 让我们一起在阅读里成为更好的自己 我是小赖 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